大家好 你好 我是1970年出世的 我是叫狗 我和我的太太都是从事家鸡业 盟是家鸡丁地牢 是属于木材业 我想知道我是适合这一本生意 你属什么 属狗 几几年的狗 1970年 70年的狗做木材生意的对不对 你想我们这个生意能不能做得下去 首先问你 你愿意你念经不念经啊 我念经我就给你看 不念经不看啊 不念经去找算命的多得很 几几年的狗啊 1970年 你这个木材生意做了有一段时间了 有一段时间赚了很多钱 现在往下坡走非常不好 对 你有一个合作者跟你经常闹意见 所以你们的生意现在很麻烦 对 好了 还有什么不对的 不讲了 好好念念准提神咒 心想事成的 好好念念心经 能够让对方开开步 你这个合作者过去跟你很好 明白了吗 现在为什么不好啊 现在为什么不好啊 饿缘来了呀 过去是善呀呀 听不懂啊 夫妻也是这样的呀 先是善后恶呀 谁结婚的时候就想到离婚的啊 要想到离婚谁还会结婚的啊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啊 我告诉你 你人挺好的 做木材生意完全可以 你还能再做下去 就是你要老实一点 你最近稍微有点串桃花 你老婆在不在这里呀 老婆不在 现在不在这里是吧 不在 那多讲个两句 我明白了 我应该是没有换桃花 唉 没有换桃花 像你这种很坦白的人真的很少 好好修了 那要翻串话了 你跟我老实一点 明白了吗 卡拉OK有过吗 没有 不是 或者像这种娱乐场所去过吗 曾经去过了 曾经去过 曾经去过 要不要台湾再帮你看看 那你很暗的地方 笑 好意思讲的 要是台湾过去做皇帝的时候 就从马上 来人哪 拉出去了 没办 现在 感谢夫人缺活了 好啦 那么我的功课应该怎么怎么做 你的功课应该多念心经 你给对方合作的人 给他每天念二十一遍心经 自己念二十一遍心经 然后呢 给自己呢 加强点能量 念十七遍大悲咒 每天念一百零八遍准提神咒 然后呢念姐姐咒 跟他一人念四十九遍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某某某某和某某某化解恶然 慢慢你们两个还会好起来 那个人也是在木材方面 很有本事的一个人 听得懂吧 他有很多的人脉 你呢 主要是负责里边怎么样安排啊 木资啊 规放啊 这种内务啊 他在外面很有人脉 不可以给他说 对不对啊 如他一两年真的很棒 我告诉你 如他一两不棒的话 会胆胆的两年三年 有五百万一跟我的 胆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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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他也来了 他先生啊 跟他一起来 从德国专门来看他一样的 我都看出啊 他过去的情况啊 哎呀 吓坏他了 我告诉你啊 好好笑啊 你这个人实际上很老实的 明白了吗 就是偶然犯傻 明白了吗 是偶然的 说你老实呢 有时候还有脾气 你索性老实到底呢 脾气很大 谢谢 好了 你可以下去了 还有问题吗 啊 我们在讲我自己本身呢 还是有些小小的小蠢的问题 啊 啊 没什么大问题的 小灵性 你吃了很多的活海鲜 听得懂吗 我现在看见什么东西在你脖子里 你知道吗 螃蟹 吃过没有啊 还蘸蘸醋 我告诉你吃了的时候不要去讲会好一点 如果吃的时候还要说真鲜啊 哎呀这个肉新鲜不正好 我告诉你马上就像你生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老实点啊 笑喘了 没让你笑 没让你笑的趴下来就听好了 下去吧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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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